大家好 今天到了罗友谷的沙梅岛 然后现在我们上岛 上岛的话在码头上基本上会第一眼就看到这么一个 这个什么一个雕塑 挺特别的 然后现在码头上很多人有的在 在等着沉船回去 像我是刚过来的 现在就是在沙滩岛上骑着摩托车 在满道游可以看到很多岛珠贵的沙滩 当时已经有空了 在沙滩中有带满足 现在傻瓜里是萝卜水 在沙滩没有空 这个沙子很细很好 很软 比巴提亚的沙好多了 刚才都是你在骑摩托车 都很热 很热 然后现在走的这段路还不能骑摩托车 所以我们就下来走 然后下去以后就是沙滩 就前面 前面就是沙滩 这只是其中一块沙滩 这个沙滩有点礁石 不感觉这边很一般的沙滩 还不如刚才的沙滩漂亮 看起来很干净 还有这么多的酒店 这酒店是不错 这里好像那个格兰 格兰 然后再来这还贪倫 如果不得了 拉西美 那是游泳 在这这 finger 都很心欢意 即可 来,冻一下鱼 哇,真的有 能不能吃 螃蟹就在这里面 这里一只螃蟹 这里一只螃蟹看到吧 看怎么才能出来 还有鱼 夹子 来夹一下 对 夹住 抓进去了,好了 哦,里面是空间很大 里面有个很真的空间 好了 你看啊,它一个夹子都没了 把它放下去 是放水里还是放哪里 看这条好,走吧 嗯,跑得很快 现在是下午5点左右的样子 在沙梅岛最靠近 嗯,西边的位置 在等落日 估计现在还有十多二十分钟 太阳就下山了 然后和我一起等落日的人 还是很多的 这边也有这些 这边的沙梅岛 这边的沙梅岛 沙梅岛 是 沙梅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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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一大早 这个就是这个民宿的早餐 然后刚才有点像毛毛鱼 外面就是大海 因为下雨 把这个薄膜给贴在了外面 要不然可以坐在外面吃饭 直接看着大海 早上它这个粥还是蛮不错的 就炸这边的这个是从太师芹菜 然后姜丝 那个是炸的什么 应该是蒜之类的 拌在一起 蛮不错的 适合早上吃 这个也算是泰国传统的粥吧 嗯 是不是也传统的是吧 来给看看你吃的是什么 炸鸡 炸鸡蛋 炸鸡蛋 我是说嘛炸鸡 就没看到有鸡肉 鸡蛋都是有的 然后加了一些什么胡萝卜丁 火腿丁之类的对吧 这个地方就是昨天住的民宿 一共有一二三四 四个房间 然后下面是礁石 外面就是大海外 虽然没有沙滩 当然沙滩就在隔壁 旁边那里出海码头 就有一个白色的沙滩 这只狗是民宿的保安 然后刚才出来拍视频的时候 他跟着我们 现在才发现他的屁股好像是歪的 走路是一扭一扭一拐一拐的 其实有时候想想 一只狗在这边生活 每天也可以 阳光沙滩大海 也还是蛮不错的 总的来说这个小岛不大 然后其实实际主要玩的还是看它的沙滩和一些自然景观比如说落日什么的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适合一两天或是一个周末到这边来放松一下 如果时间比较多在这边住一个比较便宜的长期的那种个人旅社 然后住个十天半个月感受一下这边的慢节奏慢生活 也还是蛮不错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小岛 确实是它的消费和自然景观跟巴蒂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城市的那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来玩 总是在这边的人 我们在这边的过程中 我们在这边的窃口里边 grades suffering 我们在这边就是一种感觉很高的 是的 我们在这边的窃口里边缴砍了